我讲了三块 分别是我们的GST还有我们的Nielo还有我们的GSTL这三块啊 来首先呢要知道GST是什么叫做加码的服务器页面 OK了吧啊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来着 对吧啊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在这里面讲了GST的脚本 然后GST的注释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GST的指令 GST的内置对象 内置对象还有我们GST的预对象 然后以及GST的动作白天 来一共有这几个方面啊 来脚本呢今天大家就可以把它忘记了 OK了吧 但是知道有这三种脚本就行了 然后注释有几种注释 三种分别是我们的HTML注释对吧 然后还有我们的Java注释 Java注释 然后以及我们的GST特有的注释 GST的注释长啥样啊 Java注释然后这里面放百分号百分号 然后简介简介是吧 是这种啊 好了把这个注一下 Java注释呢 它呢只会出现在我们的GST页面中 然后翻译成Java文件 还有产生的HTML文件全都没有啊 把这个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讲了Java注释 那指令呢我们一共讲了三个指令吧 那分别是我们的Page指令 Include指令 还有我们的TagLib指令 TagLib 然后呢我们的Page指令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是用来声明页面的一些属性的 主要是声明页面的一些属性啊 一些属性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属性 那它重要的属性呢 有一个叫做Import 用来干嘛的 来导入加包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Page Encoding 页面编码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Content Type 这个东西呢 大家呢也不想说了 说了N做编码啊 好了要把这个注一下 然后呢Page Encoding和KanLib 要知道他俩 什么联系对吧 两者都出现的时候呢 各自使用各自的编码 两者出现一个的时候呢 两个都使用同一个编码 然后两者都不出现的时候呢 两者使用系统默认的编码啊 就是我们的项目默认的编码 好了把这样的注意一下 然后进行接着呢 我们这里面还说了一个属性 但是这个属性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 是了解的属性 了解属性 了解属性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做E字IroPage的玩意儿 E字IroPage 对吧 哎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呀 哎一旦 一旦它的值 哎它的值 为处 那在JSP面上 就可以使用了什么 就可以使用什么了 哎一个Cypson对吧 哎一个Cypson那就最像了啊 好了把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include呢 是叫做什么 静态包含 对吧 静态包含 那它呢是把人家的什么东西拿过来 内容 是不是主要强调的是内容 对吧 内容复制过来 一并的便运行啊 这里面是强调的内容 那么我们动态包含 它的 它的包含的是什么呀 别人的运行结果啊 这是它俩的区别 还有一个叫做TagLib TagLib用来导入我们的标签库 对吧 那主要是导入我们的什么标签啊 C标签啊 记住啊 一说C标签大家要记住啊 C标签啊 主要导入C标签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处形 一个是Perfect 一个是URI 对吧 URI呢是它的名称空间 Perfect呢是它的前置名啊 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的指定啊 早几期了我们来讲一下GFP的内置最下 一共有几个 九个 来一起回答一下啊 这九个分别是 Out Request Response 然后 Session对吧 还有 Exception对吧 Exception 然后 Page 然后 Config 然后 Playcation对吧 最后一个 Page Contact 一共是这九个内置对象啊 好了把这个注意一下 这九个内置对象里面呢 有四个U对象 那这四个U对象 从小到小分别是什么 先是我们的Page Contest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Request Session 然后以及 Page Contest Application 怎么又回来了 Application是吧 Application 好了 要把这个U对象呢 注意一下啊 JSB的U对象 和我们Java的U对象 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个PageContact 对不对 那U对象 U对象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Map集合 往里面放东西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呢 JSB的U对象呢 我们用的不多 但是大家得知道 OK了吧 我们主要用的 还是我们在Java里面的U对象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JSB它的主要作用 是用来干嘛的 其实用来展示的 其实就是用来展示的 OK了吧 好了 把这个的注意一下啊 好了 那紧接着到最后呢 我们还讲了一下 JSB的动作标签 那它也是用来替代我们的脚本的 那这里面的动作标签呢 我们讲了两个 一个叫做JSBForward 那这个东西是用来 请求转发 对吧 请求转发啊 然后还有一个 叫做JSBInclude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动态包含 对吧 那这个强调的是 包含的是人家的运行结果 把人家的运行结果包含进来啊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JSB里面的所有内容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学习了EL EL 那么首先呢 要知道 它是呢 是从JSB2.0开始 使用的一种内添式的 就是一种内置的一种语言 OK了吧 啊 内置语言 内置的表达式语言 好了 把这个呢 注意一下啊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替代 哎 我们的输出表达式的 OK了吧 啊 替代这玩意儿的 然后这里边我们讲了它的作用 分了几个方面讲了一下 对吧 来 简直来想一下 哎 我们呢 分别讲了它的什么 哎 获取预讯中的数据 对吧 然后还讲了执行运算 对吧 执行运算 好 还有呢 两个 那两个呢 我们的几乎不用管啊 OK了吧 啊 把这两个主要作用记住一下就可以了 来 获取预讯中的数据 那这里面呢 我们讲了获取 简单数据 对吧 还有复杂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 加了地 是不是导航啊 哎 对吧 哎 一共是讲了这四个啊 来一起回想一下 简单数据怎么获取啊 哎 可以通过Dollar 然后这里面放什么 哎 是不是玉啊 玉啊 玉 然后点 属性 是吧 什么属性啊 玉中的属性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属性名啊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种习惯呢 比较啰嗦 对吧 大家会发现 哎 这玉呢 写起来特别特别长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写法 直接就是Dollar 然后这里面写上什么 哎 玉中的属性名就可以了 玉中的属性名 要知道这个东西呢 有什么特点吗 哎 查查到了就立即返回 对不对 若找不到了 若找不到怎么样 哎 返回一个什么 空字不出 对吧 啊 查查不到就返回一个空字不出 好了 在这边还要注意一下 注意 哎 若属性名中 属性名中 哎 有一些特殊符号 比方说这个特殊符号 等特殊符号的时候怎么办 哎 然后呢 还必须 必须使用 哎 还是使用我们的Dollar 然后这里面放上我们的玉 对吧 往紧接着 算吧 是不是加一个这玩意儿 然后这里面放上我们的属性名 才可以啊 玉中的属性名 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的简单数据 然后紧接着我们还要获取复杂数据 那复杂数据这里面我们讲了数组和例子 它俩是不是一样的 哎 是Dollar 然后破红 然后这里面也是玉中的名称对吧 哎 玉中名称 然后呢 哎 加一个所以 因代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然后紧接着还讲了Map集合 Map集合 它用的时候呢 是Dollar 然后这里面放上玉中的名称 是不是也是玉中的名称 然后紧接着 怎么 点 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用哪个键 就说把哪个键拿出来就可以了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复杂数据 然后今天我们也讲了一个加瓦币导航 那这里面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加瓦币 对吧 加瓦币呢 有叫做加瓦语言编写的可重用的组件 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些规范 你说加瓦币应该中手的规范 应该中手啊 然后呢 这里面有几个 来说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必须是公共的类 必须是公共的类 对吧 公共的类 也就是我们的Publich class 然后第二个呢 私有资算 提供私有资算 对不对 但是人家没有资算行不行 也是可以的啊 一个资算没有 也是没问题的啊 好了 这个要私有资算 然后第三个 然后提供什么 公共的 公共的访问资算的方法 方法 那么我们指的就是get或者是资算或者是意思方法 意思呢是针对我们布尔指来的啊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一般呢我们也不用直接用的资算是吧 这个盖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好了那这里面一旦一旦提供了公共的方法 之后 然后呢get或者是在的或者意字后面的名称怎么样 您称首字母 小写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就被称之为 称之为定属性 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如果你写了个概算内幕 好了 这有一个方法 那么内幕呢 就是一个定属性 OK了吧 把这个的注意一下啊来我讲个例如 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我们呢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提供一个 无三作造器对吧 作造器啊 好了还有第五点 第五点呢是 一般会实现 序列化接口 序列化接口就可以了啊 那个这序列化接口有什么用呢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啊 有了序列化 一旦这个类实现序列化接口以后呢 这个类呢就可以写到我们的磁盘上 写到磁盘上啊 能写到磁盘上 然后呢并且这叫序列化 然后他还可以反序列化 也就是从磁盘上 然后再恢复成一个对象 放到我们的内容中 OK了吧 注意一下啊 有这两个 两个特点 一个呢实现序列化可以干嘛呀 将一个类写到磁盘上 将一个对象写到磁盘上 然后呢并且还可以干嘛 将它从磁盘上 加载到我们的内容当中 OK了吧 这个东西啊 注意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在网络传输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需要实现序列化接口啊 但是呢一般呢 如果你不要它写到序列化接口啊 一般呢不实现也没问题 OK了吧 像大家以前是不是没有实现过啊 对吧啊那没实现也没问题 等于有问题的时候呢 大家要想到他会提示一个 该类必须实现序列化接口 就提上这么一个异常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OK了吧 不着急啊 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家务病导航 那我来接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务病 然后有了家务病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 哎在一阿拉伯大师 家务病导航是如何使用的 哎是不是写一个道乐部 然后这里面跟上我们的 是不是病的属性名是吧 病属性名 然后呢紧接着跟上一个 哎不能说病属性 放在狱中的狱中的病是吧 狱中病的属性名啊 病的名称 可以吧 然后紧接着加上一个什么 病属性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来得了 我把这个病删掉吧 病中的属性名 然后加上点病属性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一个值了 对吧 啊好了 把这个的注意一下啊 然后说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紧接着还讲了他的执行运算 这里面呢 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这里面加减清除 什么关系逻辑都是可以使用的 OK了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着重注意一下 哎有几个 一个呢是我们的加号 干嘛呀 只能进行加法运算 对吧 哎只能进行加法运算 还有一个叫做empty empty是什么 他可以干嘛 判断一个容器长度是为零 还能判断一个对价是为空 对吧 哎这两件事情 还有一个他可以支持三元运算符啊 三元运算符 好了把这个的注意一下啊 哎这是我们的EL里面的哎 执行运算的这个东西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里面还讲了一个叫做EL的内置对象 在这内置对象里面呢 他一共有11个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掌握先掌握其中的两个 一个呢叫做cookie 一个呢做配件contest 那么我们要知道他们用的时候是用来干嘛的 cookie呢就是用来获取我们的cookie里面的值的 对吧那要获取cookie里面的值怎么获取啊 哎我们用的时候应该怎么用 是不是先写一个cookie 对吧那这样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cookie都获取到 他是一个慢慢集合对吧 然后要获取里面具体的某个cookie怎么办 点然后呢cookie的名称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哎名称这只是获取一个cookie对象 哎对吧哎这是不是相当于match.k啊 然后呢紧接着我们要获取里面的值 然后这里面用上点value就可以了 对对哎把这个呢注意一下啊 以后我们用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用 哎把这个呢理解一下 要把这个理解一下啊 好了还有一个呢我们的配件contest 那配件contest以后我们的用途只有一个 哎用来干嘛 哎在我们的gst页面 然后动态的获取我们的项目名 或者叫项目路径 ok了吧也就是获取什么呀 哎获取个这玩意儿 对吧 然后他是怎么写的呀 哎高了 然后这里面这个东西呢 直接给大家的必须会写 必须顺手啊 哎配件然后contest 然后点request点contest path 这个呢必须会写 因为呢我们一直要用 ok了吧啊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的el的内置对象 嗯到这呢我们的el呢就可以造一段落了 然后进去呢我们学了gstl gstl是我们gst标准的标准标准的标签库 标签库啊好了 那这个呢大家要知道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要知道我们gstl gstl他是哪个公司哪个组织给我们出品的啊 又是阿帕吉啊阿帕吉的东西阿帕吉出品必属性品是吧 好了那这个阿帕吉组织的东西啊那所以呢使用的时候应该干嘛呀 哎使用步骤第一步应该哎 第一步导入我们的架包 导入架包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在页面上然后导入标签库 哪个页面上需要他那个在哪个页面上导入就可以了啊 好了把这个呢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的gstl的分类 一共呢是分成了五类分别是我们的扣核心包 然后呢我们的sicle和sicle相关的包 插帽和插帽相关的包 fmt国际化或者叫格式化包 还有一个叫做函数库 一共是只有五个 那以后呢我们用的是哪个呀 哎用的就是我们的扣 OK了吧 主要用的是扣 这个呢是我们的核心包啊 那核心包里面呢一共有十三个标签 应该说十三组标签吧 不能说个啊 十三组标签 然后这十三组标签里面呢用的不太多 那么但是呢有两个用的特别多 一个呢叫做c一部标签 那这个用来判断的 判断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用来c for each 对吧 那这个呢是用来循环的 要把这个两个呢着重掌握一下就可以了 OK了吧 啊这两个呢 我呢不用说 我们以后呢也会 为什么 例子里面肯定要用 没有不用的 OK了吧 它就是用来替代我们的一些脚本的 哎 包括我们的EL 通过我们的EL 还有我们的GSTL 以及我们的动作标签 我们几乎在页面上再也看到那种脚本了 OK了吧 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昨天的内容 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呢叫做接地币地的加强 那今天主要讲什么呀 主要讲一个东西 叫做事务 事务啊 叫做一个事务 然后就是出了一个事务呢 上面呢我还会给大家补一下 我们的模式 因为呢有人没上过基础本 或者呢 基础本没有学好这个分层的概念 所以呢今天呢还会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分层 OK了吧 哎分层 但是这个东西呢必须得我们讲完 还讲完我们的核心技术以后才可以分层啊 所以今天两块 一个呢是分层 一个呢是事务 就这两块 然后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事务 事务呢就是一件事情 完整的事情 OK了吧 啊 之前给大家提问那么一位 比方说我们要完成一个转账操作 那转账操作呢 必然有一个账户要减去钱 一个账户要加上钱 那这两个操作同时完成了才能完成一下 转账操作 转账业务 对不对 啊那这两个他们要么全部成功 要么全部失败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事务 OK了吧 好了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说的容易 但是呢在我们语言里面怎么实现呢 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来我把这个呢再给一下 大家呢知道讲了两块啊